是什么让一个黑女人目瞪口呆 是一个不要命的疯男人 他竟然不佩戴任何保护措施 徒守攀岩如此恶劣的严密 可是震撼远不止如此 攀岩近乎垂直地面90度的光滑悬崖 都只是家常便饭 你就看看这吓人的场面 就问你敢不敢挑战 这也只是人家茶余饭后的小散步 他就是把死神气死的男人亚利克斯 世界第一徒守无神攀岩的大师 他的所有攀岩是没有保护神的 一旦失守就是个死 亚利克斯又来整佛了 承认自己是胆小鬼和有恐高症的观众就别看了 他今天要攀爬这座近千米高的岩层 我们只能祝福他好运 徒守无神攀岩 是世界十大致死极限运动之首 根据某些方面专家的数据显示 在全世界攀岩圈里 只有1%的攀岩爱好者尝试过徒守无神攀岩 因为他的要命率接近99.99% 也就是说 假如有一项奥运会的运动项目 如果你得不到金牌 你就必死 那么你必须做得毫无差错 网上更是铺天盖地的网友质疑亚利克斯是否还活着 因为徒守无神攀岩就是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 所以面对网上讨论自己是否还活着的晦气话题 亚利克斯经常是笑笑不语 一双胶鞋 一双手 就是整个徒守无神攀岩的所有 稍有一丝丝的威风 亚利克斯都得丧命 真是不巧 今天还真有风 徒守无神攀岩是一项开头没有回头见的必死之路 要么向上爬到顶 接受世人的敬仰 要么退一步坠落悬崖 尸骨无存 眼前的悬崖层高度近千米 极为陡峭和凶险 沿层表面几乎与地面垂直 壁面光的都能照出自己的影子 更别说有明显的脚掌支撑点 亚利克斯说 只有将后路留给死神 才能拥抱自然的美好 在观看视频的时候 你有没有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 甚至出现呼吸困难和晕眩呢 我是看得有点喘不上气了 很多人说亚利克斯不热爱自己的生命 相反 他绝不是一个末世生命的年轻人 每天攀岩圈里 都有攀岩爱好者丧生的信息 这无疑也冲击着亚利克斯攀岩的信念 你看他笑得如此灿烂 你就知道他有多享受 呼售攀岩是一种运动 我们应当去尊重他们 但是大家万万不可模仿